古代就是网红咯 古代 古代 然后他很懂得做社群 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什么 失恋的主题的社群 然后所有失恋的人都能来 然后以至于他那里就成为一个取暖的地方 然后他在里面 因为有一个自己的社团的嘛 他就会在里面做数据调查 调查大家的性行为 他在古代就会做这种社群的观察了 我说的古代就是刚开始有网站的 就很厉害 水瓶座 那他本身的确也有这个 告诉我他的这个想法 因为他就是你说的 初恋很惨烈 然后后来就觉得不敢碰感情 怕受伤 对怕受伤 我们来看第四名 狮子座 网路声量617则多了11则 好像也合理 对就是以 如果我们既定印象的 狮子座的某些特质 我觉得狮子跟水瓶 他们是对公 就是他们有相同的特质 比如说都比较好胜 比较好强 所以一旦在感情上如果受伤 他很可能就会拒绝在受伤 因为那个狼狈的感觉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或者是狮子和水瓶 我觉得都有强势的一面 所以在感情当中 不小心也会演出肉食女的样子 好的这还只是第四名 对啊 这是网路数据 不可能是双子吗 有没有双子上榜呢 射手女我朋友 第三名射手座 没有错 628则 又赢过了狮子座 火象有两个上榜了 我有一个射手座的朋友 他的确会大咧咧的跟我讲 他跟谁约炮 然后感觉蛮好的 但是我听完我就觉得 哎 好令人紧张 所以这也是射手的特质 但我不是说射手每个都开放 但开放的很开放 来第二名金牛座 肉食女 完全 好难想象 其实我觉得金牛座 喜欢吃好吃的 比如说身材要好啦 摸起来要手感怎么样 他们比较不避讳 他们也会很直接的提出他们的要求 我要点什么菜 以及他们持久力应该蛮好的 真的哦 他们的持久力 所以男生也要单带就点 哦 ok ok 到目前没有我们胸子也没有天线 对啊 哇这个第一名 第一名 哇 天平座 哇塞超棒 而且天平座是所有人的两倍 对 哎真的是哎 是不是出乎大家意料 哎我都很意外 但我说实话 我身边非常少天平女生 男生有 女生 为什么 老是在分析 我身边的天平女 看起来都人模人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也很客气 也不像我们天蝎座这样 讲话这样怪里面起来 哎呦是不是怎样 他们没有这样 他们很斯文 然后非常的文明的文明人 想不到她是大家心目中的肉食女 哎真的我刚刚突然撇到 因为我的上升是天平 害我就想说我会不会 对 有这个面向然后 上升天平 对因为我发现 我有越来越 往那个方向去 对 像天蝎座因为我们管姓嘛 比如我们刚刚讲 不理怪奇曖昧的表情 或双子座很敢讲 所以大家也会以为双子很开放 可是有些双子其实很保守 嗯 那我觉得天平就是 点点吃三娃公 只不过说现在2024年了 是不是在做一个调查啊 看会不会翻盘 好啰那你都已经上岸了 找到欧阳妮妮了 她满足了你什么 她是双鱼座 其实私底下的她其实是一个很 很体贴很贴心很照顾人的人 只是可能跟大家 在外面看到的不太一样 大家会觉得是小公主啊 什么什么 但其实私底下那个反差 会让我觉得蛮 惊喜的 对 然后也 也真的蛮持之言 就是她的那种贴心啊 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 两个人就是走一段真的比较长的旅途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真的像伴那样 并不是说谁照顾谁 谁为了谁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那那个宝宝即将是什么星座呀 应该是 应该是摩羯 哇 一个天平座跟一个双鱼座 生出一个摩羯座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 摩羯座很有个性 你只要尊重它就好了 好 你把他当小大人 OK 每件事都问 然后他们也会给你一种惊喜 摩羯座 就是怎么这么小 就什么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以后出门 他要穿什么颜色的鞋子 他要穿哪一件衣服才愿意出门 你可能都要尊重他一下 收获你还那么多 我现在下班了今天 没有 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爸爸是天平 妈妈是双鱼 一定很知道怎么样 感受到好色好色 我们刚刚讲啊 就是理想中的爱情关系 在你们心目中长怎样 爱情关系哦 对啊 你内心渴望的爱情关系 舒豪刚刚已经说了 他觉得那个人 你很贴心 然后本人跟我们想象中反差很大 感动了你 所以你要找的是灵魂半年 其实是某种程度是 某种程度是 因为我生活过得很简单 我自己私底下就是 真的很无聊 那时候怎么认识的 谁知道的 是因为合作一个戏 对 所以一开始我合作的时候 其实是带着大家对他的 就是那些报道 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本人不是 那时候对到戏不多 等到我真的跟他对戏的时候 我到现场我发现 哇他的工作人员 每个人对他很好 然后我想说 好像就是跟一些报道不太一样 我想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去了解之后 然后也才慢慢的就是 哇不一样 所以其实舒豪的这个经验也告诉我们 我们有时候看艺人的报道 有时候会有一种一面倒 或塑造一种 固有印象的感觉 但其实对艺人很不公平 我有时候这样觉得 因为有时候你近距离相处 你可能会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会有些标签 对而且很多艺人 有时候他也很难解释 那怎么说呢 只好让时间过去 那他要灵魂伴侣 思雨呢 我吗 你理想中的爱情关系 也是希望稳定 双子座 你要稳定的关系 就是我不稳定但他要稳定 好不公平啊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也好奇 然后也喜欢探索 但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也是跟我一样的话 我会反而比较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抓住那把 然后我就希望我的 因为你们没有安全感才会乖一点 但还是希望另外一半是稳定一点 我觉得我们才 我喜欢互补的关系 因为我也是有时候会叽叽叽叽 但如果另外一半是可以跟我互补 就是我讲的时候他安静 然后或者是他讲的时候 换你安静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会比较舒服 互补的关系 渴望的爱情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做个心理测验 那搞不好让舒豪发现了新的自己 可以可以 新的渴望 好不好 好 来 另一半为你做哪件事 让你瞬间有心动的感觉呢 A 一早起床看到他在厨房 为你准备美味的早餐 好心动啊 B 傍晚跟他在公园散步跟谈心 好心动啊 C 下雨天他特别撑伞 到你的公司楼下接你下班 好心动啊 D 凌晨肚子饿 他特地买了你想吃的宵夜来给你 哇 这几个都蛮心动的 蛮心动的 会不会太容易心动 哪一件事情会让你心动呢 我早已经有了 真的哦 Yahuuu Yahuu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